HELLO 大家好 我是UNA 今天我們要來 算是 也算是開箱吧 我非常自己個人非常期待 然後非常興奮的一個東西就是 就居然關你的新粉底液 而且重點是它是我最喜歡的藍色 超美的這個藍色 這一個粉底液它是主打就是用什麼AI 什麼光影分子 然後去體諒你的膚色 然後就是我現在臉上這個妝 不是臉上這個妝 是臉上這個底妝 然後這個 那個水光 然後一樣就是在跟大家講一下今天的就是所有的基本的地方 就是我本身是油性肌膚 然後今天的外面的天氣是陰天 要接近冬天要來的天氣 就不是那種出太陽大熱天 因為颱風快來了 所以今天就是一個類似有點像雨天陰天的這種實測 然後我就會大概在室內大概兩三個小時然後才去外面 然後基本上外面也是去室內吃東西 也不會就是在外面奔破什麼的 但是今天就是以我今天的這個這樣子的行程 然後去做一個大概八個小時而已 或甚至到12個小時的實測 就是看最後 覺得這款的保濕度跟服貼度非常好 就是目前的第一印象 然後沒錯 那我們就來看上妝的過程吧 然後我用的色號呢是3號 色號是3號 然後我們來看看它的質地 它的質地是有點水的 有點這樣子 比較水的質地 然後很保濕 我就來上妝吧 然後它推開來之後就是 就長這樣 我就來上妝吧 然後 目前我浮礦跟之前一樣 就是一樣會泛紅 然後 微微的長痘痘 但是沒有像在日本的時候一樣大爆痘 今天天氣剛好沒有那麼熱 就比較適合像冬天實測 如果今天天氣很熱的話就會變成 光真的也太美了吧 好扯喔 可以明顯看看差異吧 就是這半邊臉跟這半邊臉 然後遮瑕力大概是6到7層左右 可以稍微把那些泛紅啊 然後有些什麼 那種可能比較淺的痘印都可以遮掉 可是比較就是 黑眼圈可能就只能大概這個 4層左右 可是它這個光很漂亮 然後我把眉毛 然後修容補了 我今天就不另外上腮紅跟打亮 就是 我要去實測 然後我會上口紅 然後口紅今天我要上的是這個 也是GeorgeRamania 然後是 要算熱門色號吧 506號色 就是那個 乾燥玫瑰色 對 然後是小湯片 下面的話我還會再拍攝一個 就是影片才會出門 就是開箱我買的 新的聯名商品 等一下就是 再介紹 不要先劇透 我有興趣的話 這支 實測影片應該先上 然後 應該是差不多時間會上 所以就是期待一下 下一支影片 然後我現在來擦口紅 好了 這是一個很美的 看到玫瑰色 它是1.34分 然後我要去整理一下我的頭髮 然後我要進行下一個拍攝 然後等一下會出門吃飯 然後就是 帶妝一整天 就是我也會帶上機出門 所以呢 我們就是 大概每 3個小時 4個小時 check一次 就是 這個的持妝力怎麼樣 然後 在櫃上的時候 櫃姐有教我一個 小 算小 配包嗎 上妝用了兩個小配包 一個就是 他說其實你上妝的時候要再 你插完保養品 但是還沒有完全吸收 就稍微吸收 然後有點油油水水的時候 去上妝 那時候的妝會最服貼 他說對於油肌 他是給油肌的建議是這樣 然後乾淨的話我就不確定 但因為那個櫃姐是有建議這樣教我 所以我就打算之後來試試看 然後再來是第二個 佩博斯 他上完這個之後呢 有用那個粉紅色的氣墊 所以這就阿曼妮粉紅色的氣墊 再來就是 壓在上面 好像說算是定妝效果 雖然會有點點 但是有定妝效果 然後我再打算要不要就是 左半邊臉試試看 這樣遮瑕力 這不是遮瑕力 這樣持久度會比較好 好 粉紅色氣墊在這 然後我們就把它拍在 左半邊臉的臉頰 然後這邊 等一下再來看 左半邊跟右半邊的這個 那個持久度有沒有差別 那我覺得拍完之後 這邊感覺 就是左半邊拍完之後 感覺會比較有點粉 比較粉 因為可能是七點的關係 會比較粉一點 好 我們等一下 update的時候見 ok 我要進行下個拍攝 安妞 我們現在在金站 然後 因為就外面下雨 所以就 來金站 然後我想說大家可以去 然後 新光山院 再換那個 分地的試用寶 就我今天上了 就剛剛媽媽已經分地試用寶 然後 給我的朋友 因為我已經買了 然後她又幫我寄來 然後我已經買了 她在寄來 我想說 好吧那就送給朋友 我現在已經是上升過 兩個 一個小屎 三點半 好吧我要把我的那個 桌布改成 就是 給臉色 給大家看看 反正現在是3點30週 然後目前為止 就是 沒有什麼 太大的改變 跟剛剛上妝的時候一樣 然後有上氣墊這邊的感覺 就是 其實我目前沒有感覺到 什麼 明顯的差異 然後今天人算很長 就是 然後邊走邊路 然後就會怕走到別人 就一直在 沒啥動 對 我們去 今天要去吃 MOMO PARADISE 現在在等 MOMO 大概3點半 可是沒什麼人 我一定要整理位置 現在是要等一下 然後可以近一點看地上 但我發現我鼻子這邊啊 就是 這邊有一點卡粉 可是 左邊就沒有這樣子 可是我覺得應該是因為我前幾天 就是拔粉吃的時候 有脫皮睡覺的 這樣子 大概要這樣 因為我那邊其實有點脫皮 就是拔粉吃的時候用的那一道 然後我發現其實 鼻頭有一點就是 像其他的 那我覺得 so far so good 目前沒有什麼 很誇張的 因為通常我擦這種 不控油性 或是 不是霧感的粉底液 通常兩個小時 講真的啦 出門大概幾分鐘 會打個炸油 如果去看我日本vlog的話 就知道 就到晚上的 炸油程度 可能就是那樣子 所以現在我覺得它 維持得很好 就覺得它持妝算嗎 算它遮瑕力是真的不高啦 就是 就是 遮瑕力沒有到好高 還是我覺得它的那個 保濕跟妝感可以 上學的時候就是 擦 冬天上學的時候擦 就不會有很乾的感覺 而且其實 我以前都會追求那種 遮瑕 可是現在我都會覺得 清透一點反而 像皮膚會有那種 有呼吸的感覺 才不會說就是 有一層 東西就是蓋著 很悶的感覺 就是蓋上根 先吃 然後就給你吃 然後就給你吃 好看 其實都很激烈 然後就給我吃 然後就給你吃 朝天上 就要吃 好看 我來吃 好看 我來吃 我來吃 吃完啦 吃完某某了 然後現在是5點半 5點29分 距離我差不多是4個小時 目前還是一樣就是 沒什麼 我覺得還蠻驚艷的耶 就沒什麼大爆油 而且我剛剛吃完就是 很熱的 沒有什麼 壽司燒 然後還是就是 維持得很好 經過4個小時之後 我很訝異竟然沒有那種大爆油 我也以為就是這種保濕款的粉底液 就是用在油機子的時候 就是可能會大爆油 就很誇張那種 完全是油光 可是完全沒有耶 就是 完全跟剛剛上上去的時候 其實差不多 就像我剛剛說的 就是差點鼻子有點 鼻頭這邊有點觸油 所以我覺得這款粉底液還蠻酷的 我們就繼續 試試看之後 update什麼 可是我等一下就要回去 繼續剪片跟播影片 還有就是 弄一些 周開水要用的東西 所以我大概真的在逛一下 然後一樣就是 應該也是7點半的時候 會再跟你們跟進一次 目前so far so good 哈囉 我回到 就是 類似我了 應該算是 公多時吧 然後 現在已經7點半了 7點34分 沒錯 然後呢 就是已經開始有點出油了 就這邊 應該都看到了 鼻子都有出油 然後 這邊 等一下這塊也出油了 沒錯 狀況就是這樣 可是也沒有到什麼脫妝 或什麼樣的狀況 鼻翼也一樣 就我剛剛說 因為有點卡粉 應該是因為我拔粉刺 然後我脫皮 我本來去 因為這邊就沒有 對 因為我那天拔的時候 這邊就有點 就好像被我拔到脫皮吧 我們在等 兩個小時 就是滿 算是到時間 8小時 然後我要去 過 影片 煎影片 然後 現在 是有 所以電話看的情況下 所以它會 雖然還是有點熱 但是 就沒有到 沒有到 沒有到那種很 涼的環境 所以 等一下應該還是會出油 好 我們等一下進 現在是 九點半了 九點半了 好吧 我在 我在下 然後 現在就是 我覺得 出油量就比剛剛還要再多 然後 就是 遮瑕力也 就是變更低 然後我覺得 因為我左半邊也是有用氣墊 就是 拍過 其實我覺得 磁妝效果沒有到說 差很多 但是妝感會 就是這邊 妝感會感覺比較完整 比較有提升 但是 其實對持久力來說 沒什麼太大的 效果 因為我覺得其實兩邊看起來 其實是差不多 但因為這個不是 原本就不是主打控油的 地妝 所以我覺得這個持久度來說 我覺得OK 因為我今天也還沒定妝 我覺得如果定妝下來之後 它的持久力應該就是 可以到八 到十個小時左右 不錯 所以我覺得如果你是油肌 然後 你也想試試看保濕型的那種 就是幹什麼 光澤型的粉底液的話 你可以試試看這個 我覺得這個感覺還不錯 但是我建議你還是要先去櫃上 試試用看看 因為我覺得它的色號 就是你一定要當堂試 會比較準 然後 試 你可以其實可以試用完之後 然後去逛個 一兩個小時 再決定要不要買 就是 看你的 就是 喜不喜 好 現在就來總結一下 這是 Jerger Armani 新推出的 水感 光影 分泌液的 就是實測心得 第一是它是主打 就是比較保濕型的分泌液 它本身就不是什麼控油 或是霧面 然後它就是有 水光影的 水感光影的感覺 反正你到 光網上面 就會看到它很多詳細的介紹 油氣的話 你就可能要自己去斟酌一下 因為 我其實我覺得 我已經算很會出油的人 說不定你還有比我更會出油的人 就可能比較不適合 如果你 沒有定妝或什麼的話 然後 這款還有一個是 它的遮瑕力是比較低的 就是它沒辦法遮蓋 就是 例如說你有很多什麼 瑕疵的部分 我覺得它其實跟 粉紅色氣墊的 就是 的效果蠻像 就是可以讓你的 怎麼講 嗯 膚色提亮 然後 膚質變好 但是它沒有 就是遮瑕力沒有到那麼高 可是這一款的遮瑕力 比粉紅色氣墊還要再高一點 那今天影片就到這邊 如果喜歡我的影片的話 可以幫我訂閱按讚分享 還有開啟小鈴鐺 期待我們下次見 掰掰 掰掰 erstmal